我不瞒你们说 我这个新工作我已经少了一个月了 然后我有两个想拍的选题 都没有找到地方给我拍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 干脆蛋 好久你们没有见到的逆子 我们今天一起去春游 今天呢我准备开这辆阿维塔12去 那为什么不开旁边这辆车呢 因为这辆车又不是我的 我怎么开 太完善了啊 那我们感谢阿维塔12的赞助 没有人啊 走我们出发 走 不可以站在学校那里哦 一位养狗认识了很多非常好的邻居们 这次大家一起包了一个西陵雪山下的院子 带着狗人去大自然里放心一下 应该有很多粉丝都知道 我这个逆子美啊 是怎么来的吧 那会儿二年的时候没有工作嘛 我就自己设计 手工做了很多视频去摆摊 前三天 全都高温预警 外面一个出来逛街的人都没有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 我隔壁摊位 来了一个大哥 带了四条狗 我一看里面有条博美 奄奄一息 就是在那个里面 感觉就状态很好 我一分钱没有赚 我花三千块钱 我就把我的逆子买回家 就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 我们现在在大意 找了一家真的很好吃的肥肠 吃个午饭 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鸭 好了 走吧 我们十个人才吃了三百出头 天皮鸭和肥肠 血旺是碧点菜 饭后又开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到目的地了 现在找车位停进去 我准备用它这个智能泊车系统看一下 先选一个车位 这个 开始活路 泊车一直活 开始活路 进环境安全 哇 它真的是完全的梦形 很神奇 因为我以为是要那种停车场 非常规整的车位 它才比较好试固 但我没有想到这种环境跟条件下 它居然 波入晚上 太实用了 这功能太实用了 真的 到了我们的院子 这个是我们院子的一个客厅 晚上可以在这里烤火聊天 这里有一个休息区域 像咖啡厅一样的二楼 这是我的房间 放好行李以后开始丰工劳动 这边是穿烧烤的 这边在洗水果 这边是生火的 你搜上哪的东西我好严肃 没有 我顺手哪的 这是没有 你尿点的吗 我尿了 所有准备工作做完以后 还有些空闲的时间 刚刚我邻居说 他前两天正好去约了阿维塔12的试驾 结果没约上 来 给你搞一片 快快快 怎么好 他这个机会一切搞一下 我今天开过来的时候 我就是用了这个无土之驾 说实话我真的很震惊 他对这个路况的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像在高处上使用无土之驾 算是比较常规的操作了 后面的这些路 乡里 镇里 村里 我用无土之驾开 也是很丝滑的 刚刚开始用无土之驾 就是遇上一个大弯 哇 好稳 诶 鞋头这个派IP 我给他拿过 前面有一个派 我开打了灯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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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接触 过了过了过了会接触 好酸哦 香荣药 香荣药吗 我也没得 这也是品牌借给我开的 回来就开始烤肉 好烤了 大家立刻就吃饱 非常新� 妈妈 你后天抓给我吧 吃饱喝足 开始香烟KTV 开始香烟KTV 一直就在我身旁 我在我身旁 晚上山里有些冷 生活在客厅聊天 让那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因为我当时的这个四百五 最早大雨 那是50佳 我们有20 他用30佳 不 没听到 在这儿 没听到 40佳 还有 如果会用30佳 如果会用30佳 只要我在这儿 如果走了我会买那么像了 我们下来多 怪我 怪我 来后来 来后来 这是你做的吗 这个怪我 erwis Fail 你发抵 facil 一份情愫买的 我们中年人还能熬到这个点 确实辛苦 每天都要给美洋洋洗脚吹干 每天都要梳毛 不然容易打结 睡觉了 大家 玩笑